人山人海的潘家园鬼市 好几周没逛了 这周咱们逛一逛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收获 跟着镜头 Let's go 看鸟潮水立方 国家大剧园 中湖楼 四周咬的 就有一小青腕 多少钱老板 1200 1200 瑶瞻呀这是 这多少钱 800 明晚期小水云 这是个马还是什么呀这是 大象 大象好 这多少钱 这人也都说1800 我这 1800 1200 1200 再看看啊 上资博吃烧烤去了这是 对 吃完烧烤然后烧热 资博窑的一家 烧着捡了个漏 这多少钱 这还在小 1500 精品 1500 这几件我都想要 能不能给便宜点 可以啊 行这几件打包吧 青中晚期的一个青花又里红的鱼盘 有刀冲 但是没关系 因为它又里红发的好 潘家园的一个小收获 船是老包姜 开门 又光盈润 鱼化的也端正 接着挂 谢谢您包一下 潘家园还是有老货的啊 今天收了这七八件 然后回去咱们得看看具体是什么啊 朋友们这是第二天了 然后咱们看看昨天潘家园的收获啊 先看这是一只晚清磁周遥的一个小盏 但是里边带一只金蝉 特别棒 这个刚发圈就有粉丝啊 要了 然后这个年份好 这是一个呃 明末时期的一只太平有象 他想表达的这是大象 然后这是宝瓶太平有象的一个小水滴啊 灌上水 哎 文房用品 而且是全品啊 非常非常不错 这件 然后这是一个晚清磁周遥的金蝉 金蝉呢 就是多子之意啊 也是招财 非常不错的一个小摆件 这个自己用送人都不错 这个年份好 这个应该是乾隆时期的一个紫金柚的小罐 这种为什么不算小水鱼啊 因为它口罩是这种口 如果小水鱼呢 它是撇口啊 方便倒水 但是这个当小水鱼用啊 一点问题没有 年份非常好 开门了 这种厚重感 一拿在手里啊 就是特别的 有感触 这是一只晚清啊 民国时期的福在眼前 你看那字写的多好 杨兰彩啊 一下就锁定了他的这个年份 晚清民国时期的福在眼前 一个小孩童子啊 一抬头看见一只红福齐天的蝙蝠 福在眼前 非常吉祥的一个寓意 全美品啊 看底足开门的晚清民国的一个主人杯啊 全品里边呢 有点摇毡 这都是出摇时候柴摇这种 沾上去的呃 滋伯烧烤火了啊 这是滋伯窑的 在古代这个滋伯的窑啊 仅次于景德镇 也是我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窑口啊 这种就是老的这种使用痕迹 应该全品范畴 嗯 就这一个老的小芡皮 窑里带的 这种丹色釉中的最棒的就是这种茶叶末釉 原来叫厂观釉 啊 晚清时期全品啊 非常不错 然后就是这个啊 大鱼盘 这我刚给他刷了刷 大家看看那个多漂亮 青花有力红啊 这一特小的一小瓶 然后这一冲线 这一冲线 沙底啊 清中期保守说清中晚期 非常开门的一件 呃 年年有余 而且呢 它是青花有力红 为什么买它 因为有力红烧的特别好 我们知道有力红是同为招色剂 在1300度上下10度的温度烧成 然后青花呢 是氧化菇1200多度 所以它们之间呢 是有一定的温差的 能烧出来的很不容易 有的这个变绿了 烧黑了烧煤了啊 这个烧的特别棒 也祝大家年年有余吧 这两个呢 是现代的呃 秦西红大师的作品 玩现代的这种花盆 也得玩名家的 这是断泥的啊 就这紫沙断泥啊 啊 咱们也看这个胎质 非常尖密 非常棒 而且它刻画的大师刻画的 不会用刺胎啊 你看 楼台亭格远山进水 特别漂亮 诗文 春提花不落 风景日月长 得 又不认识了 大家说这念什么啊 月长照是什么 西红枝啊 秦西红 这也是简陋了 你看那个兰花草 这蝴蝶画的多细朋友们 然后这有一小盆啊 也是远山进水 高峰亮节 西红枝 兰花草 这这种东西就是 特别的雅致 这这还有款 每个都有款 秦西红 这个秦大师的作品 现在价格也是不菲 不过 小几百米啊 一个 收的这种 我觉得还是简陋的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所以说潘家园还是有老货的 只要是挂 总会有的 还是那句话啊 以词会有天长地久 点赞转发评论关注 我的工作很普通 老瓷器的搬运工 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 学习探讨 下个视频更精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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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